甲骨文 甲骨文的字符 仿佛是非母的文字 穿透了三千年的成绩 重新展现他神秘又强大的力量 甲骨文是古代神官 在龟甲牛骨上面 鑽客 烧卓透过列文分辨神域 是人类最早跟大自然 跟宇宙之间互相沟通的一个名证 1899年甲骨文首次在河南殷墟出土 进入了现代人的事业里面 由一位名为赵汉生的银行家 成为了最早的甲骨文的收藏家 这位赵先生也许没有想过 他自己收藏甲骨的爱好跟热情 影响了他的儿子 也为日后中国抽象艺术的发展 物侠了一颗重要的种子 因为他的儿子正是赵无极先生 甲骨文的熏陶 在赵无极儿童的时候 就开始孕育他美学的成长 二次大战以后 赵无极到巴黎发展 到了1954年 他已经成为了欧美画坛上面 冉冉升起了一颗星星 而这一年 他也进入了他艺术创作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接点 艺术家摆脱肉眼所见的 物象的在线 呈现他内心跟精神上的世界 甲骨文正好是最好的钥匙 作为美学灵感 跨越 巨像跟抽象艺术之间的边界 这一张圣下森林 可以说是赵无极脉入抽象的 一个关键历程 红彩在画面上面喷颇而出 犹如光束穿透之夜 洒落于大地之上 神秘的甲骨文 自底而上的冉冉升起 也许是他在看到万物生长 茂密的夏日丛林的时候 他所感受到的一种生命之气 剩下森林 既神秘又生机碰发 表现出来的正正就是 对于宇宙 对于自然 对于无限 终极的一种探求 时至今日 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 赵无极脉传递给我们的 他所感知到的宇宙能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